哈喽亲爱的朋友您好 欢迎你们来到JC的占卜世界 欢迎新朋友的到来 感恩老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亲爱的朋友 今天为你准备的大众占卜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未来的婚姻伴侣 他是怎样的一种性格特质 他在爱情中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呢 他有哪种动物的性格呢 以及我们还会通过精灵牌卡看一下 他会给我们人生带来哪种力量 再通过塔罗牌看一下你们的爱情能量 你们的爱情故事 那老师呢今天也将用现场抽牌的方式来进行占卜 那此刻呢我也用的是不同的翻糖的饼干 来给大家进行个牌卡的替代哦 左边呢是第一组 用的是没有登上洛亚方舟的独角兽 中间是第二组 用的是有丰富表演能力的超级可爱有趣的生物小黄人 最右边呢是第三组 用的是冰雪奇缘中最有智慧的雪宝 好亲爱的朋友们为了跟牌卡呢进行一个最准确的能量上面的连接 我们要来做一个小小的仪式哦 请大家闭上眼睛 深呼吸 调整我们的呼吸频率 让我们在最放松的状态 感受我们呼进去的气体是金黄色 我们呼出来吐出来的气体是灰黑色 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 亲爱的宇宙 亲爱的占卜 请告诉我关于我未来准编人 我的婚姻伴侣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感谢你的提示 好当你睁开眼睛看见的那个方向的方糖饼干 就是那一组牌卡要给你的讯息咯 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咯 那接下来呢 我将以独角兽小黄人 欧拉夫的顺序给大家做占卜 当然这是一个大众占卜 不会百分之百的对应到每个人的身上 提取到对你有价值的讯息 从中呢感受到力量就好了 如果你需要更加确切的 更加详细的关于你未来证元的出现的时间 以及他的星座 以及他的性格等等的这种讯息哦 你可以跟老师进行联系 我可以一对一的给你进行占卜 我们的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呢 就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那另外呢 B站的朋友 Jesse也有自己的频道哦 已经满了一万多粉丝了 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需要老师为你做一对一的占卜的话呢 也请发私信给我 我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回复的 同时也希望B站的朋友注意哦 我看见B站呢 很多的频道 他们会搬运别人的一些占卜 放到自己的这个频道上面 然后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利用别人的视频去接收个人的利益的占卜 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希望大家呢 也多多注意一下 避免找错占卜师了 多多注意一下这个视频 是否跟创建频道的人呢 是相同的人物哦 好 那接下来呢 Jesse就开始为大家做今天的这个占卜 希望大家在视频里面玩得愉快 那选择好了吗 我们现在开始做占卜了 哈喽 亲爱的选择第一组选择独角兽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你未来的枕边人 你的伴侣他是哪些性格特质 以及宇宙会给你哪些解密讯息呢 首先来看一下他会像哪样的动物性格 出现了 乌鸦 哇 乌鸦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动物哦 但是很多人呢 会对他有误会 等一下呢 老师会给大家做解答 好 A meeting 宇宙给你哪些讯息 A rich girl 以及我们的热气球 那接下来看一下精灵会给哪些讯息给大家哦 你的伴侣他是会给你带来哪种能量 阿文 好 接下来老师来抽取一下塔罗牌卡 提前呢 我已经洗好牌 抽好牌了 做好了能量了 现在开始来进行抽牌 未来的伴侣 未来的整天人 他是怎样的一种性格特质 你们是哪些爱情能量呢 我们有宝剑六的逆位 第一张牌卡 第二张牌卡 是 权杖十的正位 恋人的逆位 恋人的逆位 女皇的逆位 女皇的逆位 正义 好 我先整理一下哦 显而易见 你未来的伴侣呢 你的枕边人 他是具有高智商 非常聪明的动物乌鸦 他会很文静 有时候呢 也比较调皮 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呢 他可能会给人一种比较高傲感 感觉这个人呢 是难以亲近的人 实际上呢 跟他熟悉了之后呢 会发现 他其实有很多 精灵古怪的一些状态 其实呢 他是一个非常温顺 非常可爱 非常重情义的人 所以有时候呢 乌鸦会引起大家的一些误会 觉得这个人呢 是蛮有心机的 蛮有臣服的 不是一个很容易任何的情绪啊 或者是任何的一些事情 都表露在外的情况 有时候呢 会让你难以捉摸 实际上乌鸦 他是一个非常温顺 听话的一个人 他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 这种攻击性 是没有太大的这种功利心的 他希望呢 自己是在一种平和舒适的 这种环境下的 乌鸦非常的有孝心 非常的孝顺 他对父母非常的好 对自己的家人 对自己的闺蜜 对自己的兄弟呢 也是非常的重情重义的 平时呢 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一些联系啊 不会是经常的打电话啊 或者是经常的嘘寒问卵 但是只要自己的兄弟 或者是只要自己信任的人 发生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其实他都会愿意伸出自己的手 去帮助于别人的 而且呢 乌鸦是情商 智商都蛮高的 他会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 做什么样的一些行动 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在什么样的场合 说什么样的话语 他都很清楚的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比较会 察言观色的人哦 有时候呢 别人会觉得他有些骄傲 好像呢 感觉他跟他的距离蛮远的 实际上呢 他是一个不愿意 任何都表露在外的一种情况 可能他对别人的爱呢 并不是我要讲很多的甜言蜜语呀 或者是我要 有很多的浪漫 很多罗曼提克的一些行为 而是他对你的爱呢 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务实 比如说更多的给你一些拥抱啊 或者是更多的给你一些支持啊 更多的是默默在那里关注着你啊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呢 他随时都会准备好 为你做一些帮助的 他心中呢 也是有非常清晰的 明白的 一杆秤的 别人对他好十分的话呢 他也会对别人好十分 甚至是好十一分 如果有人伤害到他 或者是有人跟他有利益冲突 或者有人道德不好的话呢 他就会离得远远的 所以呢 他并不是所有人 他都可以左右逢圆 所有人他都会去讨好的这种性格 他非常的有个性 同时有时候呢 他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倔脾气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触犯到他了 或者是突破他的远走 突破他的底线的话呢 他可能就会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 非常大胆的跟你进行一个面对面的 可能冲突啊 争论啊 或者是直接向你发生挑战 乌鸦是一个绝不像视力低头的人 那有的人呢 可能他就比较视力眼一些 可能呢 见到一些领导啊 或者是见到很有财富的人呢 他可能都比较 比较就是卑微 或者是讨好性人格啊 但是乌鸦不是 乌鸦很在乎一个人的品德 很在乎跟这个人的缘分 那他不管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权利 你是对的 那就是对的 我拍手叫好 那如果你是错了的话呢 如果你触犯到他了的话 他也会大声地指出来 他才不管什么情意 或者是他才不管那种环境的状态下呢 因为他也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 同时乌鸦是一个并不随波逐流 也不敷衍趋势的一个人 他喜欢挑战 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中呢 有很多成功 因为他是有征服欲的一个人嘛 因为他比较正直 而且呢他也重情意 而且呢有感恩之心哦 所以乌鸦其实他在社交圈里面呢 他在朋友之间的名声呢 还是蛮好的 他的朋友呢也是蛮多的 不熟悉的人会对他有一些误会 但是跟他熟悉了之后呢 会发现这个人非常值得结交 他是一个比较有正能量 而且是有智慧的一种动物 另外在感情中呢 其实他也是非常忠心的一个人哦 想获得他的信任呢不容易 但是一旦获得他的信任之后呢 一旦获得他的真心之后呢 他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值得依靠 非常忠诚的丈夫或者是妻子 而且呢你未来的伴侣哦 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暧昧 或者是希望人情的 或者是希望自己的人生中 有很多的感情 有很多的爱情的体验哦 他是希望自己人生中 就有一个伴侣就好了 就有一个证缘就好了 不希望有太多三心二意的事情发生 那他也不希望花太多时间 于经历在一些不值得奉献的人身上 所以呢 他是很忠诚的 所以呢 对于自己的家人哦 他是非常的关怀 非常的负责任 同时他也会不断的给自己的爱人一些浪漫 不断的给自己的爱人一些惊喜 当你们建立家庭之后呢 他也会非常的大方哦 这种大方呢 不仅是在性格上有更多的包容理解之外呢 他也会把自己的可能工资啊 或者是把自己的储蓄呢 交给自己的伴侣交给你啦 或者是你们会共同建立一个储蓄账户 共同去把自己所有的金钱放在一个比较公开透明的这样的一个银行账号里面 两个人呢 任何事情都是共同的去商量 共同的去探讨 然后共同的去做决定的 因为乌鸦他情商智商都很高嘛 所以呢 他知道让自己的家人开心 并且呢都是在一种互相坦诚 互相开放的状态之下的话呢 就会建立更信任 会建立更幸福的家庭状况 这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呢 我们这边的精灵哦 阿文呢 他给你带来一个讯息 你未来的枕边人 你的伴侣呢 他会给你很多治愈的感觉 他会给你一些激励 他也会给你一些提升 他还会给你很多爱的能量 你在遇见他之前呢 你可能像一个梦游者一样的感觉 对人生没有太多的清晰 或者是对未来呢 有很多无法控制 或者是很多的这种茫然的感觉 你不知道自己未来 婚姻生活是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状况 是什么样子 可能呢 有一些懵懵懂懂的 但是当你们相遇之后呢 当你跟他进入到这个恋爱的角色之后呢 他会慢慢的唤醒你体内的 很多潜在的能力 很多潜在的能量哦 他会改变你 而你呢 将无法再回到现在 你今天看视频的这个样子 你跟他进入恋爱之后呢 你无法再回到 曾经现在的这个样子了 因为你的世界将会不一样 而你自己的性格 你的人生观 你的价值观 你的心态呢 也会变得更加的明亮 变得更加的清晰 你会很清楚 你想要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你会更加的大胆 你会更加的勇敢 并且更加的专注 你会明白你想跟对方建立什么样的家庭 你希望自己的未来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 并且呢 你会按照自己的计划行走哦 因为你们两个人呢 会一起去憧憬着未来 你们两个人会去一起探讨 未来的一些生活的计划 比如说五年之后 你们希望买房啊 十年之后 你们希望有孩子啊等等的 所以呢 两个人会共同的探讨 从而呢 你内心有更多的坚定感了 也因为你们之间充满着更多的活力 你的生活呢 也是更加的充实 更加的踏实 你也会感觉到 非常的有这种期待之心哦 心态很好 这份情感呢 这份婚姻呢 会让你变得更加的美丽 会让你变得更加的优雅 同时也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有 就是有气场 你跟你的未来伴侣哦 你们两个人呢 还有一种很深的一种能量上面的连接 会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 因为除了你们的储蓄账户在一起之后呢 你们做任何事情都共同的探讨 就感觉双方呢 成为了一种共同体验 感觉呢 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人 如果任何人做错决定啦 或者是任何人失败了的话呢 另外一个人都会感同身受 如果说一个人得到奖励啦 或者是一个人升职了的话呢 两个人都会欢天喜地的 真正的是把心聚拢在一起的这种状态 是非常甜蜜的 而且是非常互相合作的 这种紧密的关系 那阿文呢 也告诉你哦 你会感受到你未来的伴侣 是上天送给你的礼物 你自己呢 也会有更加觉醒的这种心态哦 对人生有更多的感悟 有更多的受到他的影响呢 你也会有更多的感恩之心 期待之心 你们会去建立非常幸福的婚姻状态的 那么到底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你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哦 目前可以看到 其实你们双方都是比较重视数字 都是比较重视修养的人 你们在挑剔自己未来的 就是结婚伴侣的时候呢 如果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呢 你也是这种另缺无滥性 其实对方他也是 你们两个人呢 并不会很容易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遇到恋人 你们可能是一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在年轻的时候呢 并不很容易遇到就是可以建立长久稳定关系的人 有的爱情呢 他可能就是比较短暂的 或者有的人呢 他是在你的今生来还债的 还情债啊 或者是还钱债 或者是来讨债的 当这些业力结束之后呢 那有的人就会淡出你的生命了 而且因为自己的高要求呢 所以你跟你的正缘 你跟你的未来的这个恋人呢 并不是单独认识的 你们很可能是在一种非常正式的场合下面 结实的 然后呢 感受到对方的这种互相尊重的感觉 感受到对方是知己知彼的 有一些了解了 然后才慢慢开始接触的 那虽然说你们是可能一种联盟关系啊 或者是家族配婚关系啊 或者是相亲或者是联谊 或者是朋友别人介绍 你们是这种比较正式的会面认识的 但是呢 你们的感情呢 也是从第一眼见到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人呢 是舒服的 看着呢 是可靠的 再加上对他呢 有一些别人的介绍 别人的推荐哦 所以是值得成为家人的一个人 然后在第一眼 见面的时候有好感之后呢 慢慢开始哦 这种感情就是越来越甜蜜 然后呢 双方是越来越有感觉的 这样一种状态 你们的感情是缓慢上升的过程 就像乘坐的这个热气球一样 那么会有不断的新鲜感啊 会有不断的好奇心 会有不断的这种甜蜜感 而且你未来的伴侣呢 他也是一个事业比较稳定的人 他也是一个有所成功的人 那这个人呢 家庭背景还是不错的 那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未来绝对会有钱的人 他是一个潜力股哦 有可能你们相遇的时候 他并不是很有钱的话呢 那他一定是一个 在未来会有很多资金的人 所以在金钱上面 你不用担心了 另外呢 你们两个人呢 会互相给予能量 互相去刺激对方的才能 去刺激对方的潜力 你们成家之后呢 随着你们家庭的这个时间 越来越久 婚姻时间越来越久呢 你们的金钱也是越来越多的 你们的这种物质享受呢 也是越来越多的 所以在金钱这方面 恭喜你 不用担心 你们是在物质富裕的家庭条件下的 那么在感情上呢 可能 我这边还接受到一个消息哦 就是可能 有的朋友 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呢 可能在自己的家庭 或者在自己的父母面前呢 你会选择一个 有可能也是 如果你是男生同性恋的话 可能你会选择一个女生同性恋 然后呢 你们是这样的一种条件交换的这种关系 成立家庭 但是成立家庭之后呢 你们仍然是一种互相尊重 互相支持 互相理解的状态 有时候呢 可能周末啊 你们就会是成为一种家庭的关系 然后去对方的家里去自己的家族里面哦 让大家看到你们是甜蜜的 但平时呢 可能就是各玩各的 总体的来讲哦 在选择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你们未来的伴侣呢 跟你们都是在一种比较轻松的这种婚姻状态中的 你们都会是因为这份婚姻呢 变得更加的美好 那不管是出于任何的目的 你们在一起哦 但是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意 你们的这种爱情 你们这种亲情 你们这种友情呢 是非常紧密的 双方呢 都可以配合的很好 双方都可以去为对方进行一个着想哦 而且在这份情感里面呢 对方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缓解压力的一些能量 对方呢 你们都会在很多方面跟你达到一个思想上面的共识 两个人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适合的 两个人的人生观啊 价值观啊 想法都是非常适合的 在你们未来的婚姻中呢 你们也不会出现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选择 或者是你们要想离婚啊 或者是两人分居啊 这些情况都是很难出现的 因为你们很少吵架 你们很少会出现那种大的冲突啊 或者是很多意见不合 或者是很自私 很脾气暴走的这种情况哦 不会的 这是非常好的 你们会很意外的 快速的建立你们之间的这种紧密感 建立你们之间的这种配合感哦 那这边星座的话呢 我看到哈就是你未来的这个伴侣他有可能是天秤座 射手座水瓶座 双子座 金牛座 摩羯座 巨蝎座 或者是他是双子座 或者是他的上升星座是双子座 水瓶座 金牛座 射手座 摩羯座 巨蝎座 天秤座 那么总体星盘里面呢 他的这个风向土向火向的这个星盘带的比较多的 这个人的风的能量是特别重 所以这个人呢 他的思绪他是非常清晰的 这个人思想呢 他是有独特的见解的 他是比较独立独行的一个人 他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别人或者是被环境操纵的一个人 所以他非常的聪明 他除了带给你很多这种觉醒 带给你很多很很优质的思想之外呢 你们之间呢 也会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哦 你们之间呢 也会很少出现那种双方都沉默 很尴尬 或者是很冷的那种关系啊 你们都是在一个非常温暖 非常和谐的这种生活状态下的 那两个人呢 也会经常去探讨对方的一些想法啊 探讨这个世界环境呀 总之呢 从上天下地吧 你们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聊 这是非常开放的一种状态 那同时你们在感情的这种建立上面呢 最初都是以结婚为目的而开始建立的 你们并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谈恋爱 而进入的婚姻状态 而是两个人其实都是带着目的性去认识的 那两个人呢 也会带着一些有色眼镜去挑剔对方 挑剔这个对方合不合适自己 挑剔这个对方是不是可以成为自己的婚姻的伴侣啊 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最终呢 你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很快呢 就认定了对方 很快呢 你们就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 而也正视你们是一种理智的 正视你们是一种成熟的 有目的的去建立你们的爱情关系 也让你们在从认识到进入到恋爱 到进入到订婚到进入到结婚呢 都是很顺理成章的 并且呢 也算是比较一帆风顺的这样一种情况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阻碍是比较少的 而且呢 双方的家庭呢 也是给予很多的支持 毕竟是通过别人介绍的嘛 大家介绍你们认识的时候呢 其实对于你们的性格啊 都是知己知彼的 很多莫视 就是身边的旁边人呢 都是看见你们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亲嘛 所以呢 在这种 以你们的角色而为你们去着想 为你们挑的伴侣呢 也是撮合成功了 也是让你们都感觉到 非常这种幸福甜蜜的这种感觉啊 到时候你们真的好好要谢谢一下 这个你们感情之间的介绍人 总体的来讲呢 你未来的伴侣呢 跟你在一起都是一种互相尊重的这种情况哦 你们两个人之间出现一些矛盾的时候呢 是比较少的 即使出现了的话呢 双方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 双方的都是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有情商的人很会懂得掌握分寸啦 不会去做很多破坏感情的一些事情 在情感里面呢 也是达成很多的共识哦 都是公平公正的去处理你们的这种 情感的危机或者是公平公正的 去建立你们的感情的这种联系 所以未来呢 你的婚姻生活是非常幸福的 物质是满足的 那家人们也是支持的 你们自己呢 也是比较独立 也是比较自由 也是互相支持包容的这种状态下 是非常好的 是在一种很正的能量之下哦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在你未来的恋人呢 在你未来的伴侣还没出现的时候呢 请你现在好好的先照顾好自己 你好好的爱自己 你知道吗 当你现在越爱你自己的话呢 你未来的伴侣他就会越爱你 你现在越尊重你自己的话呢 让自己生活的更加丰富充实的话呢 那未来呢 你的生活在他来到的时候呢 你们会更加的增加于甜蜜度 更加的增加于这种高品味 高品质的生活状态哦 所以呢 请放心你的未来 他是会幸福的状态的 那么目前呢 请你享受当下 充满期待之心吧 然后呢 多多的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也多多的让自己多一些锻炼 让自己呢 身心灵都更加的健康 等待他的出现吧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亲爱的朋友们 祝福大家在地球玩的愉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哈喽 亲爱的选择第二组 选择小黄人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 你未来的枕边人 未来的伴侣 他是有哪些性格特质呢 宇宙会给你哪一些讯息 首先我们来抽取所有的牌卡哦 我们先来抽取一下动物牌卡 看一下 未来的他 哎 像是长颈鹿哦 应该是性格蛮好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牌卡 阿宇宙会给你哪些讯息 意外之财 很纯真的爱 很深厚的爱 以及非常强的性别气质 气场 好 精灵会给你哪些讯息呢 未来的伴侣 未来的伴侣 洛恩仙 洛恩仙境 好 接下来看一下塔罗牌 会给大家哪些讯息 老师已经提前洗好牌 那现在呢 开始抽取六张牌卡 第一张牌卡是 五角星七 未来的伴侣 圣杯七的逆位 未来伴侣 五角星五 女祭司逆位 宝剑十正位 以及权战二的正位 可能跟未来的这个伴侣修成正果之前呢 还是有一些距离或者是有分有复合的状况哦 喜爱意见可以看到你未来的婚姻伴侣呢 他就有长颈鹿那样的性格品质哦 他是一个充满灵气的人 并且这个人呢 他的外表气质都是蛮出众的 在重重一群人之中呢 他不管是坐在那里还是站在那里呢 他总会给人感觉比较独特 总会很容易看到他 因为他的眼睛呢 是忽闪忽闪非常的漂亮 眼神呢非常的敏锐 很有灵气 那他的睫毛呢也是长长的 这个人呢 他大多数时候呢 都是非常有耐心 都是非常温顺 非常稳重 非常平和 非常善良的人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亲切感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呢 他是很那种没有功力之心 感觉是很温柔的 就是有一种比较吸引人的能量 就是你觉得跟他待在一起 哪怕是没有共同的话语 大家没有讲话的话呢 你都会觉得有一种温暖的这种能量 不会出现一种很尴尬或者是很复杂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情绪的 所以呢 他会给人一种不骄不躁的这种状态 那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优雅 非常有品味的人 可以说如果是你们一起去用餐的话呢 吃食物的话呢 他就是那种细嚼慢咽的 他会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 不会让自己可能在刚约会的时候 就要去吃汉堡宝啊或者是要去吃螃蟹啊 剥虾啊等这样的一些事情 他而且呢他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 他希望呢在所有外人面前呢 或者是在自己的同事之间呢 都不去讲太多的八卦 也不去随意的表现自己 或者是讲自己家庭的任何的一些话语 他希望自己尽多的都是口吐芬芳的 希望自己讲话呢 都是给人一种舒适感的 那与别人这种接触呢 也是以礼相待的是很注重礼貌的一个人 同时他自己的素质呢 应该也是比较高的 那他会希望自己在穿着打扮上面呢 也是尽量的干净尽量的整洁 有时候呢会注重一下自己的这种时尚感 但是呢不会过于的夸张 身上呢不会带太多的首饰 他会很懂得享受生活 在自己不工作的时候呢 他很会悠闲的去享受自己的时光 可能一个人去图书馆的咖啡厅 去悠闲的喝杯咖啡 翻阅一下书籍 有时候呢 他也可能一个人悠闲的去骑机车 一个人去短途旅行 他很希望自己的生活呢 是在一种积极的阳光的愉悦的这种状态之下 他希望自己的生活呢 并不是非常的慌张或者是急躁的 他没有太多的功力之心 那当然当他工作做事业的时候呢 他也会全神贯注的 也会是一种拼搏上进的状态 他分得非常的清楚 什么时候该拼事业 什么时候该工作 那什么时候呢 该好好的放松 该去进修 该去学习 该去锻炼 很注重自己生活的规律 也很注重保养 同时他也喜欢结交更多的朋友 喜欢呢 跟朋友们一起有聚会 一起去活动 一起去运动 一起去喝咖啡等等的 那长颈鹿呢 也很善于利用自身的一些优势 他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他也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做事情或者是与人接触的时候呢 他尽量的都是扬长补短 这一点方面呢 是值得很多人欣赏 也值得很多人学习的 那另外呢 虽然有时候呢 他非常的温顺 但是他是内心非常的坚强 有一些战斗精神的人 当自己做一些事情 克服不了困难的时候呢 他绝对是不服输的 他一定会努力让自己强大 努力让自己去迎接所有的挑战 去征服所有的这些困难的 有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倔强 但是他是有情商的人 他不会非常的这种莽撞 他也不会让自己 在一种非常压迫 非常紧张的能量下去生活 有时候呢 就像长颈鹿 有时候他遇到天敌袭击的时候呢 他会先选择退让 他会退而求其次 所以呢 你未来的伴侣呢 他也并不是一个 一定要撞难抢才回头的人 他也是一个懂得知难而退 懂得分寸的一个人 那他很希望自己的家里哦 自己的生活的地方是有良好的这种环境的 所以看不管是他买房子啊还是租房子啊 还是把自己住的这个小窝呢 他都可以打枕的非常的有品味 打枕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舒适 所以在打扫卫生啊 在家里烹饪这一块的话呢 他也会做得蛮好的 同时 他很注重生活品质 包括在性爱上面啊 他可能也并不是注重数量的一个人 他会更多的偏重于品质 那另外呢 他身上呢 也有一些小缺点 有时候呢 他会是比较变幻莫测的 可能呢 并不会把自己的心理完全的想法 就是很真诚的讲出来 可能会讲一半 但是呢 也会隐藏一半 是 在争吵的时候呢 可能他也不会百分之百的坦诚 他有什么地方觉得不高兴了 他对你有什么地方不满意了 当他生气的时候呢 可能更多的他会偏向于沉默 他不会是站出来跟你吵架 然后呢 爆发情绪 然后骂脏话的人 他会更多的呢 在双方的冲突的这个情绪冷静之后呢 然后去跟对方进行沟通 在这方面比较好 但有时候呢 他也会在情绪上面比较敏感 有时候呢 也会是有一些小固执的 那有时候呢 他可能也需要有自己独自的一些空间 在不熟悉的人面前的话呢 他可能是比较怕生的 或者是比较害羞的 或者是当你跟他有更多的交谈的时候呢 他就像在挤牙膏一样 你问一个问题呢 他吐一个问题 他回答一个问题 可能他并不是很像这种火象星座 非常热情 非常愿意跟你交谈的状态 那并不是代表他不喜欢你 只是呢 他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呢 他会有一些自我保护 有一种稍微有一些距离感的情况 但是在熟悉的人面前呢 就会觉得他其实有时候是比较好欺负的 他其实是非常温暖 是非常有爱的这种能量的人 另外呢 你会觉得这个人他有很多非常奇妙的 非常独特的想法 同时他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呢 他也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忠诚感 当然在值得信任的面前呢 他也会给别人很多的安全感 在感情里面呢 他也是很注重爱的纯粹 很注重最简单最天真的爱情能量的 如果你未来的伴侣 他是男生的话呢 他就非常的有阳刚之气 他也非常的有责任之心 他很注重威严 很注重自己的名声 很具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人 那同时呢 有时候可能他就太过于男性化了 会有一些不太不解风情的这样一些情况 可能并不是很会调情的 并不是甜言蜜语的这种 但是呢 他会给你很温暖的拥抱 很细心的牵你的手 很甜蜜的比你亲吻的这种情况 那如果他是女神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温柔如水 那非常的有勇气 非常的有灵性 非常的有想法 有时候呢会有一些小调皮的一些行动 但总体的来讲呢 他会让你感受到很舒适很和谐的 那另外如果他是女神的话呢 他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做作啦 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小嫉妒心啦 有时候呢也是会有一些小矫情的 那毕竟是女生嘛 所以呢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些情绪上面的问题 但没有关系 因为他很有魅力 因为他很漂亮 或者是因为他很帅气 你也是愿意任由他发发一些小情绪啊 任由他发发一些小脾气的 这些呢都是OK的 因为他会给你很多的诱惑 因为呢他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吸引力 而你们之间呢也是一个非常充满 都是投入足够的勇往直前 都是会给予足够的一些意义的行动的 所以在你们的感情里面 你们爱的很现实 而且呢你们也爱的比较理智的这样一种情况哦 那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精灵 给你哪些信息哦 首先你现在来到的呢 就像是在洛恩仙境一般 在这份感情里面呢 你们每个人都会去专注于当天的陪伴 当天的事情 不会把自己陷在曾经的一些不好的记忆里面 或者是情商里面 或者是呢拿自己的伴侣 曾经的恋人进行一个比较 不会你们会非常开心的 enjoy你们的当下 在这个感情上面呢 双方都会非常明智的去享受 你们的爱情生活 非常明智的去做更加有涵养 有营养的一些行动哦 而且呢在感情里面呢 你们的关系是非常稳定的 因为你们两个人呢 都会去建立良好的合作的这种秩序 在这份感情里面 你们都是互相尊重的这份情感 两个人呢都是那种不交不照 不会非常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 两个人呢也不会去做一些非常被动 或者是破坏感情的事情 你们会去有共同的商讨 会去创建你们自己的规则 你们会创建你们独一无二的 这种恋情的交往方式的 你们会仔细的考虑 两个人在这份感情建立里面呢 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共存的模式 会看到自己身上的优点 会看到对方身上的缺点 你们会合理的去找到 双方共同认可的一种模式 举个例子哦 比如说你平时睡觉呢 都是晚上凌晨一点钟睡觉 那对方呢可能他就是晚上十一点睡觉 那你们两个人呢可能就会制定一个规则 就是每天晚上呢 你们十二点钟一起睡觉 这个举个例子 所以两个人呢都会去做一些积极的一些行为方式 来达成共同的一些共识哦 让你们进入到了一种非常先进般的生活状态 是有计划充满耐心 并且是互相合作 互相包容 那互相理解的 选择你们共同的一种合适的方式 这也是让你们建立了 你们独一无二的婚姻的一些规则 而这种规则呢 最后也会带到你们的宝宝身上哦 最后也会带到你们的家庭之中 会建立一些家规 所以呢 那你们的家庭建立哦 也是在一种有自由度 但是呢 也是非常有规律 非常有规矩的这样一种状态 让你们的婚姻生活呢 是在非常平衡的状态下的 那这边呢 我看到啊 你未来的伴侣呢 他有可能是金牛座 天蝎座 处女座 双子座 白羊座 或者是他的上神星座 是双子座 处女座 天蝎座 白羊座 金牛座 你们之间的这个能量呢 有土能量 有水能量 有风能量 有火能量 所以四种能量都有 代表着你们的这种相处模式 实际上是蛮均衡的 双方的关系 双方的婚姻家庭生活呢 都是在非常和谐和平的这种情况下哦 当然 在你们达成这种非常和谐的 有规矩的生活状态之前呢 其实你们也是有一段时间有一些考验是要度过的 怎么样讲哦 首先呢 我看见你们在刚开始进入恋爱关系的时候呢 其实双方都是带着非常理智的这种状态下的 你们在选择对方成为自己的恋人之前 进入到恋爱关系之前呢 双方其实都有经历过谨慎思考的 你们都有思考是否要进入到这个恋爱关系中 因为你们双方呢都希望在感情里面 进入到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之中 如果是一些暧昧呀 或者是短暂的这种激情的话呢 就不要了 你们都希望这份情感呢 如果是合适的人在进入关系中 然后呢就下定决心 然后呢都是在一个互相付出的情况下 所以呢 你们两个人呢都会有一段时间去进行一个衡量 但是非常的好的是呢 你们这种关系呢充满着耐心 而且在进入到恋爱 就是公开的关系之前呢 双方都其实是有选择的这种状态的 而且恭喜你 因为你们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因为呢就正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去冷静的 去衡量去考虑去选择 导致你们进入到恋爱关系 你们进入到婚姻关系呢 都是在非常平衡的一种状态下的 不会说糊里糊涂的恋爱 糊里糊涂的结婚 也不是在一种非常慌乱或者急躁 或者是茫然的一种情况下 而是呢更多的经历了一些审核 审核之后觉得是合适的人 所以当你们之间呢有一些矛盾 或者是有一些现实阻碍产生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用坚强的意志 去经得起任何艰苦的考验 去让之间有更多的这种阻碍呢 被突破被征服 这是非常好的两个人都是很理智的恋爱 两个人都是务实派 所以在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上面呢 你们很好地达到了一种共识 对于进入感情之后呢 双方都想得更加的长远一些 也会去考虑到未来 也会考虑到就是建立家庭 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矛盾 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麻烦 那同时呢也会考虑到对方的就是家庭背景 也会考虑到对方的事业 对方的这种财务 会不会影响到你们建立长远关系 所以两个人其实呢都算是在一定事业 并且呢都是有一定财富的情况下呢 会建立更好的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的 你们也会让就是对方的这种事业啊 地位啊财务的这种安全去作为建立 你们长远关系的这种基础的情况下的 所以呢都是在一个仔细的考虑之后 你们就直接进入了正题 你们就直接进入了爱情 然后很快你们就开始计划订婚 结婚建立婚姻的这种情况下的 Sony都并不是在一个非常年轻的状态下 你们相遇的哟 那另外呢我看到这边 还有几个讯息 你们一定会经历一次比较大的考验 而这种考验呢 会被你们克服 并且在这一次克服之后呢 你们更加坚定的对方就是那个对的人 更加坚定你们是可以进入到 这种婚姻建立之中的 会看到对方身上的勇敢 会看到对方的专注度 也看到对方会有很强的这种责任心 而这一次大的考验呢 有可能是因为金钱 有可能是因为距离 那有可能是因为磨合期的性格不合 总之呢 很可能是因为这种阻碍 比如说其中一个人在创业的时候呢 可能因为一种外在的环境 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原因 自己创业失败了 所以有金钱 这种失去的情况 但是另外一个人呢 因然坚信爱情 因然坚信这个人是可以东山再起 或者是因然坚信这个人是可以未来成功的跌撞 跌跌撞撞失败一次没有关系 并不会因为金钱的流失而破坏感情的基础 那另外呢 也有可能是因为距离 比如说两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呀 是必须有一段距离去进入到一种 远距离恋爱的这种角色的 但是呢 双方不会着急去辞职而在一起 而是更多的有接触 更多的有关系的建立 更多的有未来的规划 慢慢去实施的这种辞职 然后换城市换工作的这样一种情况 最终你们会克服这样的一个 远距离的冲突 远距离的这样的考验 那还有呢 可能就是性格不合了 因为你们两个人哦 性格呢 差别还是有点大的 但是呢 会为了这个爱情 愿意更多的妥协 愿意改变身上的一些暴脾气呀 或者是身上一些不好的一些毛病 那嗯 虽然说大家想法比较像 但是性格呢 确实多多少少是有差别的 当你们两个有激情 你们两个人感情非常甜蜜 非常好的时候呢 真的是被很多人都羡慕的 但是当你们两个人出现这种矛盾 出现意见不合冲突的时候呢 当你们两个并不是很好的时候呢 可能双方都会出现一些脾气暴走 因为你们之间是非常有激情的嘛 那这种激情的好的一面呢 就是甜蜜幸福的不得了了很浪漫 当然不好的一面呢 那就是可能一些破坏的语言啊 或者是破坏的行为就出来了吧 就是一气之下呢 可能就会做很多错事情 当然这种错事呢 并不是说其他的原则 只是说可能有两个人的性格 可能有些误会呀 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大家调整的情况 但是很好的是 这种爱的能量是非常强壮的 所以在争吵之后呢 双方都会重新去进行一个反省 双方呢也会去进行一个妥协 那双方呢也会去认错呀 也会去进行一个沟通 也正是因为有时候呢 会有这些争吵呢 会让双方不断的去解决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解决双方之间的心结 从而呢让大家更加的去适合 找到合适的方式 让你们建立这种很好的一种规则 让你们去建立一些很好的平衡的方式的方法 让双方关系呢更加的和谐舒适 所以呢 大家会去非常谨慎认真的对待这份情感 并且呢也会经常问自己是不是和 也会呢 去不断的检讨 去更新你们的爱情的能量 去让爱情更加的美好 总体的来讲 对这份情感 不管出现任何事情 任何主案 你们都依然是不离不弃的 你们都依然是不忘初心 不忘承诺的这种状态 依然是在一起 并且会越来越紧密 虽然这份承诺呢或者是这份感情呢 来的比较延迟或者是其中会有一些考验 会有一些阻碍 但是最后你们都会突破所有这些麻烦 而进入到婚姻之中的哟 而进入到互相陪伴的这种关系中 当你们突破这种所有的麻烦之后呢 你们将找到共同的共存的这种最好的模式 而在婚姻里面呢 随着时间的累积 随着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呢 你们将越来越幸福 你们将感受到越来越美满 你们将感受到越来越好的情况 而且在你们婚姻之后呢 你们将会越来越有财运 这边我也看到你未来的伴侣哦 长颈鹿先生或者是长颈鹿女士呢 她是一个有偏财运的人 在她的人生中呢 她会有几次金钱进进出出的情况 她会有几次很有钱的情况 她也会有几次很穷的情况 但是最好的是呢 当她钱出去 当她穷的时候呢 总是有人贵人帮助她 或者是总是从一些副业 或者是其他地方得到一些意外之财 会有一些偏财进来的 总体的来讲哦 她不会有穷困潦倒的时刻 总体的来讲呢 当她有一些金钱浪费啊 或者是投资失败的时候呢 就会有其他的机会 其他的机遇找到她来补充她的财库 所以在金钱上面呢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她自己也会更多的理财 她的金钱呢 也会越来越多的 这种钱出去的这种时刻呢 就会越来越少 请相信她就好了 是有能力保障你们的家庭生活的 保障你们家庭呢 是在一个有品味 有舒适感的情况下的 那在未来婚姻之中呢 当她需要购买一些非常豪华 奢侈的衣柜或者是家居的时候呢 你还是要阻拦一下 因为她很讲究良好的 这种生活环境的品味 她可能呢 会花大价钱去装修房子 或者是去借贷金钱来装修房子 要注重房子 要隔音啊 要环保啊 要有高品质啊 要用大理石啊等等的 所以在这一点方面呢 可能在金钱方面呢 你需要管控一下就好了 总体的来说 你们婚姻生活都是在一种非常幸福的 非常合作的 非常有气化的这种情况下的 大家生活呢 都是非常注重生活节奏 非常注重生活的规律性 并且呢 也有自己的家 严谨的家规哦 在这种有规矩的家庭生活中呢 两个人不离不弃 互相尊重 支持理解 是在一种非常棒的状态之下哦 好吗 亲爱的朋友 那以上呢 就是为你做的未来伴侣 你的枕边人 你们的婚姻生活 以及她的性格特质了 在她没有出现之前呢 也请你好好的保护你自己 也请你好好的替她照顾你自己 希望你每天都是enjoy 每天都是幸运常在的情况等 好 亲爱的朋友们 那以上就是为大家做的大众占卜哦 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 哈喽 亲爱的选择第三组 选择雪宝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你未来恋人的解密讯息 有哪一些宇宙会给你哪一些讯息呢 首先来看一下 她像哪一种动物 是哪一种动物性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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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恋人 未来伴侣 未来伴侣 好 这张开卡是猪 哇哦 那她真的是蛮有福气的一个人 猪是很有福气的人哦 好 看下来看一下 比如说还会给我哪些讯息 我有一种猪八戒被媳妇的感觉呢 哈哈哈哈 好 我们这边抽取三张牌卡 A long road 很长的一条路 小孩 对 以及第三张牌卡 是 很多很多金钱 我就讲啊 猪的运气是很好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 金银会给我们哪些讯息 我们的伴侣 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爱情的能量呢 给我们带来哪些灵性呢 给我们带来哪些灵性呢 好 依萨 好那接下来呢 来看我们的塔罗牌 会给大家哪些讯息 台卡呢 我已经提前做好能量年纪了 现在呢 我们开始抽牌 老师这边抽取六张牌卡 欢迎我们未来恋人 第一张牌卡是 拳杖七的正位 截至 逆位 未来的恋人 拳杖四 逆位 未来的恋人 五角星四 逆位 拳杖八 逆位 以及我们的圣碑国王正位 那你未来的婚姻伴侣 她就是可爱的猪猪啦 她的性格是蛮好的哟 她纯真开朗 非常的乐观 并且呢 不会有太多的计较之心 不会有太多的比较之心 性情呢 也是比较温顺的 而且非常善良的一个人 有时候呢 会比较大大咧咧的 是一个出现条 并不是非常的敏感 并不是有太多的记录之心 总体的来讲呢 因为她非常的可爱 所以呢 她的朋友很多 她也蛮会社交的一个人 随着年龄的成长呢 她的这个情商也是会越来越提升的 并且呢 她是一个物质主义主 但并不代表着她吝啬或者是小气 她实际上很喜欢同别人分享自己的经验 分享自己的经历 分享自己的社会资源等等的 她也愿意 与自己的家人 与自己的爱人 分享自己的思想 分享自己的金钱 但当她一无所有的时候呢 她就会变得比较厌世 变得自我放任 变得走向沉沦的一种深渊的状态 她呢 是比较相信宿命论的 是比较相信命运的 而她一生中至少会有一次就是 破产的状态 而她会从这次破产中呢 补回来 她会从这次破产中的突破 重新让自己建立更美好的世界 而且呢 她非常的有运气 所以她人生中一定有一次低谷 但这个低谷过去之后呢 她会变得更加的聪明 变得更加的勇敢 从而去认定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在她的破产之前呢 她可能是比较懵懵懂懂的 或者是可能是比较茫然的在生活 但是她一定会有一次重大的事故之后呢 突破之后呢 她将变得非常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 变得非常的有情商 变得非常的聪明 她喜欢美好的东西 喜欢漂亮的事情 有时候呢 可能会以一个人的外表 以一个人的外在条件去评断这一个人呢 但是呢 她也是有一定的文化修养的 但是呢 她也是喜欢去看书 喜欢去听音乐 那喜欢感受这种生命活力的人 那猪猪呢 她也是非常的宽宏大度的 有人如果是破坏她啦 或者是惹她生气啦 她都是过往不咎的这样一种态度 是总是可以与别人保持一种非常亲切的关系 她不会记仇 并且呢 也是有忍耐精神 会不断的在人生中反省去完善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好的 那你未来的婚姻伴侣呢 她也不愿意吵架哦 在每次可能你们有一些意见不合 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呢 她都先是退让 先是以何为贵 先是希望让你的情绪呢 大家的情绪都冷静下来之后呢 然后再去讨论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在未来呢 你们俩可能争吵的时间是比较少的 出现的冲突状态也是比较少的 她喜欢各种聚会 喜欢操办很多的party啊 喜欢操办很多的生日会啊 节日啊 或者大家的团年啊 同时呢 她也愿意表现自己的一些表演的天赋 也愿意去主持 也愿意去参加各种俱乐部 去参加各种的团队 也喜欢去认识很多的朋友 是一个非常积极热爱生活的人 除了参加各种活动 她都十分卖力之外呢 这个人做事呢 也是总能圆满如意的 她一生呢 也算是比较勤劳的一个人 在自己的事业中 在自己的工作中呢 也都是全力以赴 尽量的去完成自己该完成的项目 做事情呢 也算是比较认真负责的人 那常常呢也是雄怀大志哦 希望未来呢 也是可以获得事业的一定的成功 也希望获得一定的权利 当然希望创造更多的财富啦 她的人缘是极好的 能说会到 自己的社交能力很强 而且呢 她的时间观念是蛮强的 那不管干什么呢 她都希望自己准时 也希望别人准时 不会迟到 同时这个人呢 也是有责任感的 你交给她的事情呢 她都尽量的妥善的处理好 那她也该表现的时候啦 她也会表现 该争取机会的时候 她也会争取机会 那该低调的时候呢 她也懂得低调哦 这个人她是也比较会逢长做戏的 但很好的是在感情里面 她比较专一哦 一般呢 不会出现什么三角恋啊 或者是不会出现什么婚外情啊 或者是出现什么三心二意的情况 要么单身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暧昧啊 有一些就是短暂的激情啊 但是一旦进入到她认定的恋情之后呢 她就会很专一很负责的情况 因为她绝对不是恋爱高手 她是很真心诚意的爱着对方的 会去做尽可能的这种奉献尽可能的 希望双方有更多的这种美好的状态 甜蜜的状态随时在一起的 而且从小呢 她就希望自己的婚姻是非常美满的状态 所以在进入婚姻之中呢 她也是尽力的做到最好 那同时这个人呢 她在未来也是一个很善于理财的人 她是一个投资高手 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呢 她的财富会越来越多 年轻的时候呢 她可能是比较勤奋的 可能呢是很多时间呢 都会给予自己的事业去创造财富 中年之后呢她的财运就很好了 就非常的丰富 有足够的金钱去投资了 那么到自己的晚年的时候呢 她就会过上很富裕的生活 并且呢在自己的生活中呢 她也不会浪费金钱哦 是懂得利用金钱的一个人 所以呢很好的事哦 你未来的婚姻伴侣呢 在金钱上面不用担心了 随着你们结婚的日子越来越长 你们的财富呢将越来越多 而且呢还可以看到 你们未来呢有蛮多的小孩子的 可能不只有一个小孩哦 是一个大家庭的这种感觉 而且家庭呢都是和乐融融 都是在一种非常热闹的这种氛围之下的 当然未来呢你们会有很多很多钱 你们会去做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那也会可能去资助小孩读书啊 资助一些小孩子读书啊 或者是去做一些慈善的事业哦 因为在金钱你们会收获很多 当然你们也会去回报社会很多 而且呢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哦 应该是非常长情的一种状态 你们两个人呢都是很重情重义的人 两个人呢都是富有同情心的 同时呢在感情的世界里 当你们出现任何的争论出现任何矛盾的时候呢 你们都会非常成熟理智的去解决 所以你们之间的这种相处呢非常的融洽 也可以有很多的兴趣爱好玩到一起去哦 那这边呢一塞精灵呢也让我看见哦 禁止暂停细腻 你们两个人都是有智慧的人 在未来呢你们两个人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人 如果两个人都从事事业的话呢 在事业的职位上面呢应该是一个经理以上的级别的高职位哦 同时你们两个人也是有高能量的人 两个人也是正能量的人 所以在未来呢不管是你们的人生中 你们的婚姻关系中 或者是你们之间出现任何意见不合的时候呢 你们都会去做非常明智的选择 你们都会首先选择和平去和谐的生活 你们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情绪失控啊 或者是脾气暴走的情况哦 两个人呢都会很理智的很聪明的 处理生活中的麻烦 家庭中的麻烦 并且绝不会做一些破坏感情的一些行动 或者是破坏生活的一种状态哦 你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呢 都是会三思而后行的 那会去衡量一下怎么样去计划 或者是怎么样去行动呢 是最有意义的 是最有建立好的目标性的 所以呢你们在未来你们的家庭生活 是充满着感恩 是充满着舒适感 是充满着爱的能量的 并且呢双方呢也是会有 非常丰富的生活的状态 不会让自己的生活是一成不变 或者是乏味的情况下 当有孩子之后呢两个人就更加充实了 并且呢也会带着孩子去运动啊 带着孩子去锻炼啊 会给孩子很多的能量去培养大家更多的兴趣爱好 并且呢一家人会组织很多的活动 去郊游啊去旅行啊去登山啊去远足啊去等等的 总体的来说呢你们的感情呢是非常细水长流 是非常温暖也是非常丰富 多姿多彩充满着乐趣的感情 那另外呢我看见你未来的婚姻伴侣呢 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狮子座 射手座 白羊座 摩羯座 巨蝎座 双鱼座 或者是他的上身星座呢是巨蝎座 摩羯座 白羊座 射手座 双鱼座 狮子座 那么感受到火像土像水像的能量少一些风向 也就代表着在感情婚姻的世界里面呢 你们一般来说都是去做很多有意义的创造的事情 你们会去约会啊 你们会有罗曼迪克浪漫的一些活动啊 你们很少去指责对方或者是去批判对方 或者去分析对方或者是去做一些不太美好的事情 你们会比较少的去想 比较少的去用头脑去分析去判断 而更多的是从内心出发去感受去创建去享受生活的状态 当你们之间有任何的负能量的时候呢 或者是你们其中一个人有负面的情绪化的时候呢 可能另外一个人会更多的给予拥抱 更多的给予陪伴更多的去讲一些笑话 可能甚至有时候在他面前跳舞啊 逗他开心 所以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呢是互补的 然后两个人呢都是非常满足非常开心的 另外呢我看见你们在认识的时候 其实双方都是在一个很好的很阳光很放松的这种能量之下的 那个时候呢在感情上面双方已经有一些经历了 那双方对爱情呢已经有一个高层次的感悟了 那对于情感呢也是非常淡然的情况 大家呢都是在单身的情况 在单身的时候呢 你们都是更多的把时间与精力放在自己的事业上 以及放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 把自己呢照顾的很好 嗯不会很着急的想谈恋爱 不会很着急的想进入婚姻的这种状态哦 也就是顺其自然相信命运 如果自己喜欢的人出现的话呢 那也会去创造机会 也会去约会 也会去努力的去把握这个缘分 但是如果没有自己喜欢的人出现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自己一个人生活 自己一个人享受生命也是蛮好的 所以对于婚姻呢 并不是在一个一定要有一定强求的情况 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年纪呢 而给自己很多的这种压力或者是紧张感哦 当你们相遇的时候呢 实际上双方的事业都是在一种稳定的情况下 生活呢也是在一定安全舒适的情况下了 已经是把自己打理的很好的状态下 然后相遇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是在非常开心的一种生活状态 当你们相遇之后 两个人就会玩得更加的开心哦 不会担心金钱啊 也不会担心自己的事业呀 也不是在一种非常茫然生活的情况 对于自己已经是非常的了解了 那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人 谈恋爱也在爱情中呢 也有一些技巧了 所以在诚实的时候 相遇在已经有所经历 在已经完够了的情况下相遇之后呢 顺理成章一拍而合啊 也就是越来越开心 就直接进入到了建立婚姻的情况哦 那实际上呢 你们两个人其实在性格上没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因为是互补行嘛 所以两个人其实性格呢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你们天生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就是距离的 好像是就是扒杆子打不着的人 但是就是因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特质 让对方呢对你产生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吸引力 因为你们之间呢有不一样的新鲜感 跟自己曾经想象的恋人 或者是跟自己曾经在一起的恋人都不一样 也就是因为不一样 所以呢引起了一些征服欲 所以呢更多的有一些诱惑力 而且呢你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并不是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的 而是真正的大家好像在一起玩的买开心的 是因为激情而在一起呢进入到建立关系中的 哎进入到这种建立关系中呢 好像双方的爱越来越多 好像双方生活在一起呢也是充满的趣味的 并且呢在这份感情的世界里面呢 你们两个人也是足够给对方自由 足够给对方信任度的 在情感里面呢没有谁特别的去依赖谁 没有谁呢想与对方唯依靠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是在一种幸福指数比较高的情况 那两个人都是很乐观很阳光很开心的情况下呢 又玩在一起了 正因为你们是因为开心 因为爱走在一起的 所以呢会更加的开放 双方会更加的大方一些那双方呢也会少一些思想的包袱 不会太过于去挑剔对方了或者是指责对方了 而你们进入婚姻之后呢双方也依然是在一种独立的情况下 大家都有自己的朋友都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并且呢不会说双方进入到对方 双方一定要进入到对方的社交圈里面 有时候呢也可以单独的跟朋友去进行一些旅行 都是在一种可信任的状态下的 所以并不会因为结婚了 或者是并不因为恋爱了有家庭了 就改变了你的梦想 就要改变你的生活节奏 就要改变你自己想要的这种幸福状态 所以呢你们的相处模式是没有任何的约束 没有任何的束缚的 同时你们两个人呢好像离自己的爸爸妈妈的长辈的家呢 也是有一定距离的 不会让双方父母的家庭呢牵扯到你们的婚姻之中 这样呢也是你们的感情会更加的轻松自在一些 总体的来讲呢因为双方都是有运气的人 因为双方呢都是乐观派 都是非常开心的人注重在自己人生中 更多的这种自由自在更多的独立更多的开心的情况呢 也是让你们婚姻其乐融融的 再加上呢也不会为了金钱而苦恼 所以呢就是这种家和万事心的状态 恭喜你啦 所以亲爱的如果你现在单身的话呢 也请你好好的照顾你自己 爱你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的事情吧 保持你自己的生活的节奏 保持你自己的性格保持你自己的梦想 在未来呢你会收获到美满的家庭的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亲爱的朋友们 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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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